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介绍一下这个节目 今天上次用一个新的方式 和大家介绍这两只最新产品 NX-179是KidNOW香港的设计师刘思杰先生和Toy Alliance的合作 可以是一个新的系列 SC-2179年是一个科技过度膨胀的世界 大都市经历了一个世界的超高速发展 创造出无尽的利益和便利 但都市人并没有满足 他们开始放弃了那些无谓的道德观念 不惜代价将自己的身体进行各样的改造 看望科技的力量可以充斥在身体和生活的每一处 人性变得堕落 社会道德崩坏 一切决定于个人的利益为优先 虽然有部分人开始质疑 希望摆脱远离这些大都市 但这些科技世界就好像毒品一样蚕食心灵 都市人好像没有带了枷锁的奴隶 虽然这个年份是SC-2179 作为我来说我觉得已经很接近了 我们不要这么悲观 我们看看这两个模式 看看刘大师如何创造这个故事 以及创造这个概念的形象 之前已经有部分产品在香港或全世界各地面试 主要都是跟之前的ACET RING的方向 是有点接近 在比例上和做工上的处理方式都很接近 因为同一间公司同一个设计师 这边其实我发觉它的创造是比较浪漫一点的 我们看看左边这一只 这只只叫做阿宏Hero 阿宏原本遞属于28警区的政府探员 她独自调查中的案件过程中被谋杀 UD6治安公司提高破案业绩 提出将旗下女法医 尼妙开发的老暴潜能研究改为再生证人计划 可将被害者的老暴传下来最后信息恢复 直至收集数据找到兇手 但这个计划没有得到28警区同意 到这里我觉得故事和我们一些似曾相识的科幻电影 有点相似 我们再看下去了 但这家治安公司就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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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的老暴 当阿宏的老暴被维生系统激活后 不但恢复了死前最后的画面片段 和和影区竟然一齐 竟然反而保持着自我意识 而且能控制10米内的电流流动 为了找到杀死自己的兇手 宏和治安公司进行了契约教育 裝上治安公司扣入的PT電磁功能的戰鬥驅體 就是我們看到這個 從此,他就成為了整天冷醉如泥 不是他,尼史密斯偵探的拍檔 這個故事也挺人入勝 另外,右邊這個 就是虛空Floid 他曾經是一個安分守己老實的會計文員 以為自己一生只為螢幕上的數字倒過 後來被視作叛徒般被第四十一區的黑幫 丟到一個氣化的垃圾牆處缺 看著自己的身體和身邊的垃圾一同被分解 就這樣灰飛煙滅 但他的靈魂竟然沒有飄散 仍然保持著思想 不斷想圍絕 為何我這麼老實善良 會得到如此下場呢? 憤怒和受恨充滿了他所有思想 靈魂能量異常地強大 之後以外地被吸附到一個生物電子機械人上 就像現在這個狀態 經過幾次轉換驅體 他漸漸掌握了奪射的方法 最終他選擇了轉鬥力很強大的AR系 生物電子機械人作為新的驅體 踏上復仇之路 將當日處決他的黑幫 殲滅之後 原本以為復仇能令他的憤怒平息 但換回來的 只是和他靈魂一樣無限的空虛 以上我讀這段故事 其實是Kid Lau親自傳給我的 之前可能我自己孤陋寡民 我沒有看過他這個系列的創作背後的概念 因為原來是非常浪漫 雖然有些環境的因素是非常熟悉的 但是我都很相信在不久的將來 機械人工智能 會對我們生活影響很大的 相信是向好方面去走 就不是向懷的方面走 但其實我相信 每一件事 不會有一個定論 很多時就是取決於我們當時的決定是什麼 一念之賊 天堂與地獄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 聽到我的意思 因為 很多時 一刻是好人 一刻是壞人 其實我們自己控制不到 但是我相信 如果你本着良善 本着良心 去做事的話 總有一些位置 你可以當機立斷 林埃立馬 好了 這一段時間 不是很serious 很認真 不過我是很認真做你的節目 我希望帶給大家 除了在畫面上的 一些的 影像 和玩具上的 一些的喜樂之外 我希望也都將創作者 和這些公司 背後團隊 精心策劃 費了很多的通宵 或者 很多的心力 去完成這個產品 希望大家能夠覺得 你手上只是區區幾百元 能夠買到的 不單止是一個 冷冰冰的 玩具 Figure 有沒有那麼多關節 而是更多的 就是起源 沒錯 不是很相感的 故事是有點相感 但是如果不是有這麼相感 和這麼浪漫的故事 大家又怎會喜歡 想買以上這兩個玩具呢 其實這兩個Figure 已經出了一至兩個星期了 我覺得 跟之前阿傑的創作 是有幾大分別的 可能有同類型的產品 在市場上開始出現 我發覺阿傑 就有一點點急起直追的感覺 在他創作裡面 我發覺他投入了很多大膽的元素 甚至有些 很多時候創作者很忌諱的事 例如是甚麼 就是剛才說的 故事就好像是一些 很似曾相識的東西 但是很多時候因為創作 我很怕被人說我抄襲 或者被人模仿 於是簡直反過來 就是令到他的創作更加受到局限 所以我覺得優秀的創作 其實是很多時候 有互相輝映 或者互相影響的 最重要就是大家有好的東西 可以有一個好的Entertainment 和文化上的欣賞 好了 講講兩隻Figure先了 今晚特地花一點點心機去擺 因為剛才等那邊就完 就變得多了時間去準備 你會見到我為了對焦更好一點 就這樣轉轉 其實這個在族形上 除了大膽之外 我覺得是 挺漂亮的 這個設定其實是四把刀 我把兩把短劍拆出來拿著 風格方面 其實這個再大膽一點 我相信這些Sci-Fi的題材 其實都 由於我們的腦袋的構造 我相信有時候很難很超然地 做了一些天馬行空得很厲害 你完全沒有想像到畫面出現 但是呢 我更加相信就是 其實我們的創作 我們的題材 其實都要圍繞著我們生活 一些事實 和客觀環境 或者我們想像 希望看到的東西 所以呢 有女童 有相似 絕對不出奇 最重要是好的設計 我覺得呢 香港設計師來說呢 施潔已經去到一個地步 我不是盲目去讚他 他是比較大膽 把自己的創作概念放出來的人 很多時呢 很多設計師或者藝術家呢 在有些階段是比較拘謹 那可能呢 當然我相信他也是很被祝福 大家粉絲很支持他 那做了 即是一路支持他 一路有買他的產品 其實呢 變了信心多了 或者他的基礎大了 其實他就可以放膽做到更加多的創作 那所以這個呢 我覺得其實比較放 放得來呢 做到一些東西 即是怎樣說呢 即是你說是香港設計師 其實沒有定論 其實我覺得很西化的 即是海洋融化 即是很外國的 感覺 不過當然 生產技術和尺寸呢 可能是令到他有些限制 那關節那些我不試了 那基本上這些關節可動是很大的 還有呢 都在計劃的 那因為他們已經不是一個新的公司 那 只是一個新的系列 那所以其實so far都很好 好啦 我們來看看第二隻 那這隻其實他的背景呢 非常之像Termin 不是 sorry sorry Robocop 新的那套Robocop 因為我昨晚無意中看到 一些Robocop的一些片段 即是那些港故電影 即是不是港電影版本 即是港電影的那些港故老 那我不過去看到呢 那麼剛巧的故事 其實就好像剛才那一部 好啦 這一個呢 就講一個文猿 那被人弄了 然後就 不知為什麼呢 就死不去 那個靈魂存在 他就自己會走去 即是拿了一些戰鬥機下人身體去衣服 那所以你看到他的樣子很邪惡 好像挺邪惡的 但我想這個本身是機閒的設定 而已 那所以呢 這個呢 就 即是Gangster一點 拿著一招 好像棒球棍 那樣看 好啦 關節方面呢 都是 玩開S-Rain 1-18 大家都知道 那我不特地去試 那我配件呢 這個呢 不是那麼多 相對那部400劍 那這裡還有一個進 可能我真的沒有 好 我沒有去做功課 或者做功課不夠了 那但我看到這個瓶呢 其實呢 都是可以插在背部的 那這個瓶 你有沒有看它那麼細呢 其實它有三個部分的 我黏了一些泥膠 不好意思 三個PASS 還能拆出來 即是這裡是很仔細的 但是 我想他們廠方都會好 令到他們忠於圓著 其實這些位置 很多大公司呢 就不會做的了 而這間公司呢 它就 大家可能很好配合 又或者很尊重的 原創人的意願 其實把它做出來 所以呢 小到這個PASS 其實大家不小心 都可能會掉了 那當然呢 如果照看 應該是插在背部 是不是 所以這就是兩個 一個 同類型機械來的 這些是身體 對了 這個是有點像的 那我嘗試 將兩個都拿出來 那今晚我節目的節奏都很快 其實是嚴格來說 我看都是有很多類童的部分 可能在劇情裡面 都是兩個戰鬥身體 好了 我的泥膠掉了 好 那這裡呢 介紹到這裡 Annes 179 劉思傑 老師 一個新系列 兩個新產品 那這兩個呢 喜歡有型的 浪漫派的科幻呢 這兩個就絕對適合大家為口的相信 那 希望呢 它接下來的一些設計 更加能夠放一點 大膽一點 讓大家玩到更加多 很過癮的一些 science fiction 的 Military的造型 而不需要我們不需要外求 因為很多時候在網上看到很多外國的設計師做得很棒 但是很多時候 未必可以見到一個現成的產品出現 而呢 思傑有這麼好的資源 希望繼續努力 也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它 這樣就可以有很多新的創作出現 好了 今晚呢 我們玩玩舞台設計 怎樣呢 看看這兩個盒先 這兩個盒的設定 和S-Ring是有些分別的 我看到這個系列呢 其實呢 一路都是走一些比較彩色化的畫面 那些畫呢 都非常英俊 好了 講到畫呢 遲些可能有些新的衝擊 聽聞呢 嘩 有些我們的朋友 有些我們認識的公司 嘩 有些合作來緊 那 全部什麼都不能說 只能說到這麼多了 好 大家密切期待 這些好東西 香港品牌 香港設計師 香港插畫師 為我們玩具界的朋友 帶來多一些好的產品和作品 ifa 什麽 請問